现代人因为在外面繁忙了一天 忙碌的工作之后 回到家其实我们是希望有一个比较温馨 然后很舒服的一个解压的一个空间 那在空间当中 我们可以利用几个简单的元素 可以让我们回到家 回到这个比较放松的一个地方的话 能够感到非常的轻松 然后感觉到比较温暖 那在这边提供大家几个方法 首先在那个硬体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可以挑选一些 比较温暖黄色系的木皮 比如说白橡木或者是幼木这样的颜色 那让空间是稍微比较暖一点 那除了木皮之外 可能它有油漆的颜色 那油漆我们选择一样 选择暖色调的颜色 比如说蚵黄色 然后橘色甚至有点珊瑚色 这样的颜色都会让我们的空间 其实是比较温暖一些 那再来可能就是运用一些壁纸 比较暖色调的一些壁纸 那甚至是一些比较花草的图案 让这个空间它不但是比较温馨 然后它的空间的冷度也不会那么的强烈 再来我们最常使用的就是用灯光的方式 来改善这整个空间的一个温暖度 那灯光的部分呢 我们通常用到的话就是间接的灯光 那间接的灯光 我们会建议大家使用黄色的光源 那因为间接的灯光 有时候我们把主要灯光关掉之后 我们有一个黄色的光源 有一个光沟 甚至有一个框线的方式 那这个空间它其实是被包覆住的 让这个光源呢 其实是比较温馨一点 那如果说我们不想要花太多的木座 来做这些天花板的间接灯光 我们可以选一个比较丰富色彩一点的吊灯 那甚至是可爱造型的壁灯 或者是说一个直立的灯 那把它放在一个空间的某一个角落 那有时候我们整个灯光关掉 只开那一盏灯的话 这个空间上来讲就是会比较温馨 然后比较温暖一点 那除了运用一些木皮啦 或者灯光来表现之外 最后呢我们可以建议大家使用软件的方式 来让我们的空间比较温馨温暖一点 那一般的城屋来讲的话 建设公司它大概都是为了让这个客厅 比较宽敞比较大一点 它会配的话是一些亮面的抛光石英砖 那有时候我们进到这个客厅会觉得说 突然觉得地板比较冰冷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配一个地毯 来放在这个客厅的中间 让这个感觉地毯来区隔出旁边 一些比较冰冷硬一点的材质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沙发上面可能也可以选 像如果是冬天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一些绒布的抱枕 让它的一个温暖度再次的提升 那除此之外呢 在窗帘的选择上 其实也可以改善这个空间的感觉 那窗帘的部分呢 我们一样也是选择 比如说布料厚一点的啦 那甚至就是说黄色 棕色 这样子的一个暖色调的布料 来搭配在我们整体的空间里面 让这个空间会是比较温馨然后温暖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